三天半夜高雄前鎮郭宅 超商女店員 這才拉下鐵門打烊休息 爸爸特地騎車來接送 手拿長棍 因為接到女兒電話 被客人拿到恐嚇 回想事發經過 女店員聲音微微顫抖 就在5號深夜10點多 接近打烊時間 一名男客人來買3公斤 白米179塊錢 女店員早見後15分鐘 客人回到店裡手拿一把菜刀 質疑女店員少找錢 女店員很冷靜 當場結算確定沒少 但客人依舊大吵大鬧 女店員沒意識到 對方手上又拿刀反向 再吵就報警 男客人當場挥刀恐嚇 說再報警就試試看 男客人挥刀恐嚇 要殺人女店員驚呆的 站在原地 當時附近還有其他客人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男客人後來自行離開超商返家 女店員當場委屈落淚 警方貨報到住家把他逮捕 前犯就住在超商後方大樓 初步懷疑情緒不穩才會回到恐嚇 只是屏東超商女店員被挖掩 這回換高雄女店員又被回到恐嚇 好險沒受傷 但社會防護網是否有破洞 再度引發討論 只約滿辛的 致病 死錯 快 對 憔患 敲